Lustron U6 ECO HYPER 去年發表的Lustron U6 ECO HYPER 經過水野和敏重新調校後 不僅操控性能表現更為優異 就連油耗數據都顯得亮眼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試駕的 是造型更加帥氣 配備更為豪華的 U6 ECO HYPER SPORT PLUS 具備設計感的座倉 不僅塑料用料細緻 而且它的視覺感受有益 它還擁有抬頭顯示器 立體高音喇叭 大型觸控式螢幕 以及3D X-View和零格紋的座椅 而這些配備 都是高級進口車才會出現的 1.8升四缸渦輪增壓引擎 擁有170匹的最大馬力 跟26.1公斤米的扭力 與6速手自排結合 它的實體配置得宜 因此升降檔反應都相當平順 駕駛者還可以藉由 方向盲後方的換檔撥片 進行升降檔操作 這具引擎經過重新調校後 不僅可以締造13.7的平均油耗 0到100加速實測 我們測得9.3秒的優異成績 我們測得9.3秒的優異成績 就是好的錯誤觀念 U6 Eco Hybrid Sport Plus 車底配重為前60後40 但是在山道上劇烈抄架 卻擁有優異的轉向反應 除了得歸功於底盤的扎實 路感回饋也相當清晰 因此在山道上 你會覺得操控這輛SUV 相當的輕鬆愜意 與高級進口車相同的是 它還擁有BOS Plus 煞車優先輔助裝置 這樣配備感覺上 有點像是扭力崩倒系統 它還在過彎時 可以針對內側輪進行煞車調節 換句話說 讓你開著蠟智捷的U6 Eco Hybrid Sport Plus過彎 會覺得轉向反應精準且犀利 Lustria U6 Eco Hybrid Sport Plus 有著帥氣的造型 酷炫的內裝 配備表現也充滿了科技感 就連操控與性能 都讓人佔不絕口 89.2萬元的售價 其實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只不過如果能增加電動開啟的後尾門 那就更完美了 就算了 就算了 就算了